嗨小伙伴们大家好呀 我是肖公公 今天1月2号了 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 今天要来给大家教教作业 这一颗桃薰女王和这一颗桃薰女王 当时应该是一起移到这个盆面面的吧 然后这一颗桃薰女王长得还挺壮实的 前几天我拍那个浇水的视频还拍了她的 这一颗呢 哎 我跟你们说啊 你们看 你们看 这不争气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前两天我本来说找这两颗来拍拍视频 给大家教教作业 我这一轻轻的一碰它 它就 就这个样子了 然后我就知道它的根系没有长好 这一颗的话就长得挺不错的 你看现在我这样使劲摇晃它 它都纹饰不动 说明它的根系已经往图里面扎了 然后它的这个根就不往图里面扎 这个顶花还得重新给它种一下 你们看这脸蛋多好看呢 圆圆胖胖的 这边的话 虽然说颜色没有那边的好看 但是也挺不错 颜值都还是很高的 当初这两颗桃薰女王都是在小白方里面 我就是看到它们那个长势还挺不错的 又漂亮 就给它们移到这个豪宅里面 谁知道它不争气 一会儿重新给它种一下 我们再来看看这颗豆流石 这颗豆流石是11月1号移的棚 当时它在小黑方里面吧 哇我觉得它那个状态太漂亮了 我就想着给它移到这个棚里面 你们看 现在我这样的拔不起来了 说明它的根系已经往图里面扎得很深了 哇这颗豆流石 我觉得我现在可以把它放痒了 准备把它拿到靠南的这边露台上了 前段时间一直放在那个玻璃棚下面 让它长根浮盆 我觉得它在这个浮盆的过程当中 也没有怎么掉色 小伙伴们你们觉得呢 状态依然还是挺好的啊 还不错 你表现还行 然后这一颗是我们的钻石纹女王 这颗钻石纹女王现在我还特别喜欢 我觉得状态特别好 但是我觉得它那个种的太低了 应该是那个土壤下沉了 你们看根系其实还挺不错的 我想给它重新弄一点土 给它填高一点 这样它会长得更好 再来给大家看一看这颗冰绿 这颗冰绿 当时我上盆的时候是拍过视频的啊 这个是MOM化的盆 然后当时我就在想 得选一颗什么样的肉绒入住到这个盆里面呢 后来我就选了这颗冰青绿节的冰玉 你浮盆了吗 冰玉 我觉得还没怎么浮盆 应该那个根系还没有扎到那个土壤很深的地方 看来你还不能出来经历风雨 还得把你放回去 等你的根扎好了以后 咱们再来沐浴阳光雨露吧 下面再来给大家教教这个作业 这上面的这一些冰玉龟井是9月24号 然后种在这个小白方里面的 当时我们从那个削叉盘里面移到这个小白方 也是拍了视频给大家看的 当时我特别的器重第一批入住到我们小白方的冰玉龟井 当时配土还加了露灶土啊那些的 一直等那个露灶土 所以实际上定制到这里面的话 应该是28号左右吧 然后后面的这几棵是 你们看是11月12号定的 我看一看啊 我觉得有几棵总是营养不良的感觉 这一棵的母叶 这一棵的话 呃 咬咪的这一棵 感觉好小 嗯 但是我想让它再长一长吧 然后未来的这一棵呢 还可以吧 因为毕竟才移到这里面 一个多月 这个是JN的 JN的这棵也是感觉很小 然后呃 这个上巡月上的兔子 他们这个是9月份移的 我总觉得这个有点营养不良啊 在9月份里面移的这一批当中 这一棵是谁的 长得好好啊 哦 这个是美美姐的 9月份里面移的这一批 我觉得这一棵和这一棵 就是长势不是很好 但是这个的话 我感觉它的那个根吧 虽然弱 我起码还在长 然后刮宝的这一棵呢 我们看一看它这个根扎到土里面没有啊 哇 确实根还没有扎到土里面 但是长了好多那种 呃 但是有那种白色的根 看到没 有这种白色的根 确实没长到这个土里面 然后这一棵的话 我准备给它用小白方重新种下 这里面的路径就让它继续长吧 土就已经配好了 是80%的米盘 20%的颗粒 这个还是上一次配的 然后剩的一些 我现在把这一棵啊 这一棵拿出来 然后我看一下它的这个根怎么样 稍微温柔一点啊 它其实还是长了一些根出来的 哇 这棵好漂亮 钻石纹女王 叶长还挺多 行 那我们来重新给它种下吧 还是种在这个盆里面 然后把下面的土稍微给它弄松 买点小白药 小粉药 控制肥 把这种粗的这种颗粒给它弄出去 这种你看轻轻的把它捏散掉 然后呢 再把它重新种进来 小伙伴们 多肉种下以后 前两三个月 我们要经常去检查 它们的浮盆情况 是否长根了 轻轻的 就是咱们可以轻轻的 这样摇晃一下 明显的能感觉到有阻力 说明它的那个根 已经在抓 抓着那些土壤了 那种的话 就说明它已经在浮盆了 哇 你看 重新种下以后 你赶紧把根长出来 然后融合到新的土壤里面来 你看 这这这这 这还开个花出来呢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一棵 这一棵真的是 哇 小伴们你们看 其实这里面都有好多白色的根 它这个主要是背靠背 背靠背确实真的 不是很好种哦 再重新再弄一下 实在不行 如果这一次种下 它还是不好符合的话 我就准备给它这样 掰开 搞成两个头了 单头也挺好看的 哎 其实我真的想给它弄成两个头 小伙伴们 反正那个桃薰女王 我们是都有双头的嘛 都是双头的 还不如给它弄成单头的 单头都还漂亮 拍照又好看 你们说 我说的有道理不 给它从中间分开 哇 两个大单头 太胜了 哇 我真的是 说干就干 看 漂亮不 这两个要被我气死掉 别生气 谢谢桃薰女王 我跟你说 你们一定要相信我 不出半年 你们两个绝对是 比那个双头的还要美呢 这这这这 主要是你们 你看都已经过了多久了 你们两个还不长根 我就是为你们两个好 我看这一颗漂亮一些 你还是住你的那个别墅吧 然后我再去给它重新找一个别墅去啊 这双头的背靠背的 真的不长根 不长根 我没办法 然后现在我们把表面上的这个铺链瓷给它弄掉 其实你看 以前的这个配土多好呀 多么的有营养啊 弄掉一点吧 有了 这里还有棵野草 好 放一点这个土进去 这一下这个大干头 我还 我还挺喜欢的 再来点肥 就这样给它做上去吧 再来一点土 给它稍微这么高一点 到后期的时候 它会那个土壤会下沉的 别到时候就像那个 钻石纹女王一样的 土壤下沉 你们看 多好看 是不是 我再去找一个盆中的一颗大单头 哎呀 我去找到了一个手捏盆 前段时间 这个手捏盆里面 以前种的是一颗沉默木 挂掉了 然后呢 我就拿来种这个吧 小伙伴们看 也挺好看的 像这个单头它不是有点歪吗 咱们调整一下 它这个猪形 这样稍微震着种就可以了 你别这样去种 你这样是可以 因为我们种的过程中 你是可以调整的 好了吧 这下不生气了吧 它这上面其实长了好多那种羹啊 毛细羹 这些一片不要了 这个也不要了 这样让它的杆子多露一点出来 这片也有点那个了 你看 这些都已经在消耗了 这一片好像还生长点完整 挖一点一片 这么轻松呀 哎呀 这一棵啊 你正好长得有点歪 我把你这边的叶片 挖一点 你不会生气吧 哎呀 又成功了 伤了一点皮 不过不拒小节 不拒小节啊 哇 又成功了 再看看 又成功了 这个不要了 又成功一半 这边伤着一点 留着 没准叶叉成功了吗 这边的叶片有点多 哎呀 这片失败了 这片成功了 这片失败了 这个麦饭食正在晒呢 小伙伴们看 我又洗了一盆麦饭食 正在晒 好 加一点这个土进来 把粗的这些颗粒给它剪出去 好 来吧 我们来入住豪宅 恭喜你 好 种好了 一会儿再给它铺面 小伙伴们看 长了这些毛细根出来了 就是扎不进那个土了 这一次你要是再 再不好好长的话 我真的 我真的拿你没办法 下面我们来铺面 还是给它铺多元土 加油啊 牌子还是得给你擦上啊 看 蒸汽啊 比玫瑰紧 好了 来给你们浇水咯 最近天气很好 我相信你们应该 不出半个月就会长出根系出来了 小伙伴们 半个月以后 我们就来看一看 它们是否浮盆了 长出根来了 好吧 那今天这个视频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好 咯 我去门子